欢迎收听由懒人听书为您独家录制的武侠小说《龙蛇演绎》 作者 梦露神机 郭家 周弘扬 第八十四集 上一集我们讲到王朝与林雅南遭到少林寺两个和尚的进攻 但是林雅南的不经意的一句话却拨动了王朝的心弦 其实王朝现在也是身不由己 加入了组织 但是他的身家却并非清白 尤其是这一身的武功 还有那天星湖的那栋别墅 先前倒还没有什么 但是自从看了唐紫辰和陈爱阳比武之后 了解到了一系列的情况 这就成了王朝心里的一块心命 唐紫辰毫无疑问 是属于国外的一个大势力 而王朝自己的身份 这大国博弈 自己夹在其中 会怎样的为难 尤其 看林雅南的语句 显然已经查到了唐紫辰的身份 另外的秘密 就是唐紫辰了 王朝并不是笨蛋 在这一点上 一下就想明白了 唉 我还是接触到了你的世界啊 一刹那 王朝心中便涌起了一股莫名的情绪 不知道是什么滋味 可就在王朝情绪 一刹那失控的瞬间 突然间 前面的僧人拥抱脚步一塌 双拳连环脚步践踏 以迅猛无比之势便攻了上来 而后面的永鹤却一下子越后了七八米 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巧玲珑的手机 按了一下按键 显然是在发通知信号 看到一个大和尚像黑社会大哥一样拿着电话摇小弟马人 让王朝的心中产生了一种荒谬绝伦之感 这 这还真是与时俱进啊 联想起八卦成山明那神出鬼没的枪法 僧人拥抱刚才熟练驾驶小车的技巧 王朝不得不承认 现代武林 练拳人的确都明显的沾染了时代的气息 就在这时 前面黄影一闪 拳风破空连环打来 僧人拥抱的拳还没到身 那撕心裂肺的破空声就传到了王朝的耳朵里 凌冽的敌意 急得他头发都竖了起来 拥抱的脚步践踏 双手连环出拳 这样的打法 有些行义里面的马行炮的架势 只不过是知识略有不同罢了 拥抱用的是少林一脉最有特征的发劲 滚拳 而且双臂挺直 一看 打的明显是少林的长拳 这和行义的贴身短打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姿势虽然相近 但拳意不同 使出来的效果也是天差地别 拥抱拳发连环都朝着王朝的脸奔拥而来 与此同时他的右腿撩起狠狠的踩向王朝的脚背 这一脚踩踏是少林脚法硬弓中的铁汤子 打斗之时专门踩人脚背 又阴又狠 拥抱是少林寺太师山修炼的大武僧 四十多岁 平时使用这铁汤子能连续发力 在很短的时间内连续踩踏粉碎上百块青砖 可见这武功之精准 王朝这脚如果真被踩中 脚背骨就算不碎 也得受到不小的伤害 拥抱这一世强功 是抓住机会又狠又急 突然的爆发 让人根本都无法躲闪 本来是三人对峙 但是王朝刚才这一下 从林雅南嘴里知道了 自己和唐紫辰的关系已经被上面查到 心情一时剧烈震荡 拥抱立刻察觉出对方的意气动摇 哪里有不抢先动手的道理 更何况他这一动手 也给后面的僧人永鹤赢得了时间 好发出信号 让事先计划好的同伴前来围捕王朝和林雅南这俩人 永鹤发了个短信后 随即将手机向王朝一砸 那小小的手机竟发出呼啸之声 准确的奔向了王朝的后脑勺 看来这永鹤打暗器的功夫也练得不错 其实永鹤心中在想的 若不是刚才进入机场不能带枪 我倒真应该向师之逃赶手枪过来 这个王朝武功传闻是狗 可哪里想到他居然高到这种程度 刚刚在车里面的搏斗 永鹤亲眼见到永豹被王朝一击 不是一位苦练的笨蛋和尚而是有着非常丰富实战经验的老手 好家伙 这个和尚的临战经验倒是丰富 王朝一看拥抱 王朝抢先动手 就知道这个和尚并不像张威师兄梁正文和那个姓徐的道士那样 武功虽高实战不足 一欲拨杀心意就犹豫 畏手畏脚的 可也让王朝心中很是疑惑 这少林寺的武僧从哪里去找生死实战呢 莫非他们也打地下黑拳 心中虽有疑惑 但王朝手底下的功夫却不含糊 脚步自然一缩 躲过了拥抱的一记踩踏 随后猛的向前一蹭 一脚向前 一脚垫后 宛如铁梨耕田 扎根入土 脚耕地 稳如泰山 王朝一手捏锤 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握到心前口 猛的一冲一栽 发力爆炸 尽力通过腿传到地下 似乎整个盘山公路都随着颤抖了一下 这一招是王朝借太极炮锤的架子用尽 抛弃了一切华丽 阴狠 毒辣的撕打格斗的招式 以开炮轰击之意 取大锤阵击之时 硬轰硬阵 可谓党者披靡 天下拳术之中 刚烈勇猛 当属第一 新是一记 窝心炮 冲上 随后化为 进步栽锤 下落震打 王朝的武功 本来就已经练到了生随手出的大势境界 又到了新加坡和陈爱阳细心研讨 将两腿的明暗两重劲 以练得刚柔并继 在墙上踏出八步而不掉落的地步 后来他又和八卦程山明交集 一夜论道 看他在海底练功 回去之后 自己又在牢山前的大海中 手抱千拱大球 沉入水底苦练 最后终于领会了全尽之中的刚原真意 已经将自己所学的武功 去凡化解 程山明 虽然是武功入化 但心意却没有王朝那样 一往无前勇猛刚烈 气势博大 再加上他走了弯路子 另外练就的神枪术 因此还无法体悟到太极刚原进的道理 闲话不说 拥抱一脚踏空 两拳并没有碰到王朝的脸 就值得不好 随后这位少林大武僧 敏锐的感到脚底一震 是更加心惊 可下一刹那 对方的一拳兜心弓上 正如破机开炮 大炮轰击 后座力强大无比 大地都为之震动 王朝的这一支窝心炮 已经到了这个境地 一发进 就如开炮的后座力 力量传到地面 便能震撼大地 一拳之位 暴猛如此 天下之间还有何能阻挡 拥抱的脚底板的感觉 也练得和脸皮一样灵敏 那轻微的正感一传来 他不用脑子想 就知道王朝的这一拳 是自己不能阻挡的 就算是以手脚硬碰 也肯定会像刚才一样被打飞出去 这王朝的拳术 比我年轻的时候 在美国地下拳坛 遇到的任何重量级的拳王 杀人机器的权力 都要刚蒙十倍 心中一响 脚步一动 拥抱的身体就溜了出去 后退三尸 便躲过了王朝的这一击 窝心炮的上冲 但是刚刚躲过 就见眼前一黑 进风塌陷而来 王朝的下一招 进步栽锤 是一阵而下 栽下的全是 自上而下 笼罩着他身体中线的脑门 鼻梁 胸骨 腹部 下阴 一条线的要害不为 这栽锤进 泰山 压顶一般轰了下来 拥抱的耳朵连续抖动 就好像听到空气之中 闷雷相互激荡 只感觉对方的气势 奔鹏涌动 如天鼓垂击 又如大鹏 斩翅拍浪 一击千里 啊 拥抱双手握拳 口中肠丝 腹部大小肠子 一起鼓动 一口气 从空腔之中 迸发出来 宛如大象纳鸣 借助体内声音增长尽力 他双手上举 好似霸王举顶 一下便拖住了王超的这一句 栽锤 可知青德咔嚓一声 拥抱脚下的路面 竟破碎开来 两脚下陷 随后膝盖一弯 竟承受不住王超 大锤力量的拍击 双膝一下便跪在了地上 拥抱这一跪 知觉的全身筋骨麻软 却强行的提了一口气 便跪为滚 一是驴打滚 便翻了出去 总算是脱离了险境 心中被游子按道一声 好险啊 看见拥抱在瞬间 接着腹部胸腔的力量 发出像般长丝 竟助长了手上的力气 一下拖出自己的一记栽锤劲 随后滚了出去 王超立刻察觉出来 刚才拥抱的那一下发声助力 应该是瑜伽里面的炼气功夫 这瑜伽功夫在少林寺可是秘传 众所周知的印度瑜伽大师 一口气呼吸之中锻炼内脏 能把内脏炼到不可思议的境地 比如用屁眼抓水 用下咽把水吸到小腹膀胱之中去 少林寺的呼吸法门锻炼内脏 声寒向纳长丝 正是由古代印度流传下来的正宗的瑜伽养生法门 王超虽然是不练呼吸法 但是筋骨内外接引 对内脏的锻炼也到了内饰心肺的地步 心脏肺力比普通人要强大十倍不止 他当然明白拥抱刚才施展出来的功夫 已经有了极深的火候 不愧是少林寺称门面的大武僧之一 但是王超却没有趁这个机会 城市追击一举格杀拥抱 而是反身向后面布局 因为后面还有一个武僧永鹤 这永鹤正在与林亚南交手 刚刚永鹤用手机当暗器 砸向王超的脑袋 王超也不是不知道 但是并没有躲闪 因为他察觉到身边的林亚南 一拳打出 将这个手机是拍了个粉碎 武功到了王超这个境界 全身的毛孔那都是眼睛 根本不存在什么死角 永鹤丢手机之间也扑了上来 双手成拙朝林亚南眼睛拙去 随后林亚南便上前抵挡 永鹤又是虚晃一下 拙手直落拙向林亚南的肩膀 俗话说 打人先打胆 打胆先打眼 进攻敌人的眼睛 很容易使敌人胆气消退抵挡 永鹤的拳术打法 十分精湛 他是想擒拿住林亚南 然后再威胁王超 大和尚拥抱 被王超的一式窝心炮 连接着进步栽吹的刚蒙尽力 憋迫的把压箱底的瑜伽功夫都施展出来 也顾不得形象 使了一招懒驴打滚 这才逃过一劫 我们说的缓慢 其实两人交手 就是电光火石之间 一下子就分出了高低 大和尚拥抱 武功虽然高强 经验也丰富 但是还是抵挡不住王超那刚元震荡的炸进 如果单单就拥抱一个人 铁定难以在王超手下保持不败 可偏偏还有一个永鹤 这永鹤和尚修炼的是少林鹤权 打法同样是精湛 进攻林亚南 先是打眼 驱晃一下 扰乱林亚南的心神 林亚南的武功 虽说练得也不错 可哪里是永鹤这个少林寺大武僧的对手 拥抱和永鹤 这两个人的经历 也颇有传奇色彩 两个人年轻的时候 都曾在美国地下全坛实战过 后来才到少林寺 在美国的武馆学习 因为资质好 被看重 便收为了弟子 再后来 这两人在美国打架 结了很多仇人 于是就跑到松山来庇护 这伊历 就是七八年 竟顺便还成了少林寺中 辈分很高的大当老 因为这俩人是半路出家的和尚 并不是皈依佛门 一心清修的大师 也正因为如此 两个人的武功是经历过生死实战的 这才不惧怕王超的气势 否则如果要换了个没有经历过生死搏杀的人 只需跟王超打一个照面 不用动手 心里的胆气就嫌弱了一头 那些经历过多次生死搏杀的人 在和人动手的时候 身上自然会流露出一股杀气 普通人一见 自然就会胆寒 少林寺的武僧 是为了少林寺称门面的 不可能会要些没有实战经验的人来冲荡 永鹤的打法经验丰富 知道打人先打胆 打胆先打眼的道理 所以一动手就控制住了局面 不出两个回合 林亚南的情况就微微可及了 是连番躲闪 是在浑身解数 才没有被这个大和尚所勤拿住 要知道这打败是一回事 活捉生擒是另一回事 活捉可比要打败困难十倍不止 虽说永鹤的武功比林亚南高出很多 但是两下三下也抓不住对方 就在永鹤要不顾一切 使出全部戾气的时候 王超突然回身略地便擦了过来 抬手就是一击劈拳 朝着永鹤这突脑门子就劈了下来 虎扑 劈拳 王超这一跃 却不再用太极中炮锤的钢筋 而是转向了一链的滚瓜烂熟 赖以成名的行翼卷 因为这只是清零一击并不是和人正面纠缝 虽然王超自以为是清零一击 但是落到永鹤的心里可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啊 刚才被打败那一幕还深深的印在永鹤的心里 王超这一扑永鹤立刻感觉到是腥风涌动 好似猛虎下山一意劈拳是破空而来 劈的空气是砰砰作响 这样的威士 就算是永鹤的脑袋练了铁头功 也不敢硬挨一击 于是永鹤身体轻盈一滑 矮身蹲进 手臂一下撑在地上 突然灵猴一般的向左侧弹了出去 一下便弹出了盘山公路 蹭蹭蹭 手脚并用 三下两下 竟然爬到了上面岩石林立的山上 让王超无法立刻追击 此时这永鹤大武僧 在这一村之间就像极了一头受了惊吓的猴子 少林有心意把 永鹤身为咏子辈的高僧 自然会把这心意猴形的身发练的炉火春青 毕竟才四十多岁 二十多年的精纯功夫 可不是白练的 借助地情 他便顺利的躲避了王超的连环杀招 这打不过跑还是能跑的吧 这一下呢 也应该说是算永鹤聪明 并没有应接王超的批权 如果是应接 那么下一回合就会变为鹰爪 鹰夫鹰扯 永鹤就算能抵挡 也要被一下子铲住 被王超一波连着一波的猛烈力量 打得是难讨公道 最后一命无辜 这条盘山公路是通向维多利亚港湾的 很宽广 而且在这四人打斗的时候 也有不少车辆飞快的从旁边行驶过去 但是却没有一个人停下来盘问 或者是报警什么的 最多就是多看两眼 随后又把车子飞快的开走 出现这种情形呢 是因为香港的电影电视业非常发达 经常外拍影片 两个和尚 一男一女 这不用说 肯定是在拍电影电视剧 香港人自然是见的多了 都当喝水吃饭一样简单 自然没有大惊小怪的 只不过 这过往的人是谁也不知道 这两个和尚 和这一男一女 都在玩真的 可不是在拍片啊 林雅南建王超 一下逼退了两个和尚 连忙说话 自如连助吐得飞快 可惜了 我们从飞机上下来 没有带枪 否则的话 这两个和尚 一下子就能解决 现在赶紧上车 不要通和尚纠缠了 少林寺 哼 我们去哪 这附近有驻港的部队 我们只要联系一下就可以了 立刻可以介入人力 联系香港警方 来个反搜查抓捕 这两个和尚 显然和美国人有密切的联系 两个人说话之间 便已抢到了车边 显然是林雅南要开车和王超离开 想走 就在这时 拥抱 已经从另外一边抢到了车门口 一脚发力 就听咔嚓一声 便蹬断了方向盘 方向盘飞起 撞破了旁边的车窗玻璃 奔向林雅南的脸 林雅南随即转身一走 便把方向盘击飞 但是这个车子 显然是不能再开了 王超见此目光一闪 拉住林雅南 毅然退后了好几步 你先走 我来杀了这两个和尚 林雅南会议的点头 飞快的向来路闪跑 只要跑离盘山路 搭上一辆出租车 立刻就会化险为夷了 拥抱立刻一声大吼 永鹤快拦住那个女呢 不能让她走喽 永鹤不用说 也知道其中的厉害 手脚并用 快如灵猴 在山上乱石中飞窜 随后猛的一跃 双臂张开 就好像一只巨大的仙鹤跳了下来 便拦住了林雅南的去路 第八十四集 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